在今天白天,大家感觉到天气非常的舒适 尤其中午的高温,北部24.5度 南部甚至到了26.3 可是啊,这样的温度状况只有到今天的晚上哦 因为从明天的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呢 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将要带下来 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冷空气了 所以啊,温度的降幅就会在这明天的白天 尤其从中午以后开始更为的明显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低温的变化了 先注意到,在明天礼拜六的晚上的低温部分呢 会掉到12度的低温 因为最主要整个强冷空气南下,温度降幅大 尤其在你长辈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在周六如果要出门去的话 穿着方面一早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 因为到了下午以后温度的向下降的幅度 会使得身体状况会比较容易出一些问题呢 再来到了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呢 随着整个冷空气的强度持续是增强的 但是呢因为全台湾天气晴朗 在清晨的时候就会有辐射冷却的作用 云、嘉南三个地方的低温部分会掉到11度 尤其是在天亮之前 提醒您在清晨的时候温度是非常的寒冷 穿着方面也要注意 再来到了星期二三四这三天 冷气团影响低温部分13度 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冷空气略微减弱 气温部分才会上升到14度 寒冷的天气要持续有六天的时间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系统现在正在逐渐的南下 冷空气的强度已经到达了长江流域了 但在明天的早上的时候呢 先是微弱的封面通过 使得北部地区有点短暂雨 接着呢是干燥的冷空气下来 温度的降幅就会在明天一整天 就是非常的明显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气温还有在17度到19度 明天的北部跟东部有雨 但这个高温部分可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哦 明天下午以后温度降幅就会更为明显 马祖地区的温度在今晚就有在13度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注意 长辈朋友心血管疾病朋友要特别的留意 还有近海的风浪大了 海边城镇的朋友骑车要小心